大型咨询公司黑心快篩事件延烧 而立委洪孟凯直呼 这事件爆发之后 政府没有对无把关失能 显现的是失能的情况 接下来看到今天的国会大现场 把时间交给李嘉宇 好了 主播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这小时 各位最新 今天我们邀请到立法委员洪孟凯 是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是 委员早安 我们今天还是要持续的聊关于疫情 因为近日疫情还是万力起跳 但是现在快篩事件就变得非常重要 但是快篩事件 我们需要政府来做把关 自从这个福尤达事件之后 又爆出了这个富乐快篩事件 如假 包括甚至偷天换日 还离猫换太子 大陆的劣质快篩 变成了美国的快篩事件 那今天有一家韩国的 脱衣快篩叫Standard Q 那这家厂商他也是说 他其实已经被美国FDA下架了 但是却在官网上标示说 受到美国FDA的批准认可 那食药署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把关的更加严厉 再加上食药署长吴宋美 他对于这个黑线厂商 他说什么 错都怪给厂商 可是民众没有把关的能力 那政府如何来帮我们民众把关呢 是 我想这件事情 为什么食药署 为什么卫福部陈时中部长 应该要负起相关责任 就是因为大兴公司进口 这个黑心快篩 它不是走私进口 它是拿着卫福部审核通过的 正式公文之后 大大方方摇摇摆摆的 透过关税报税之后 直接进入到台湾专案输入 并且可以流入市面 所以换言之你陈时中部长 食药署署长发给他们的公文 你当然有责任 怎么会没有责任呢 而且你的责任才最大 我们当然要谴责 进口黑心快篩的所有不良商人 因为会发这种国难财 真的该死真的可恶 可是谁纵容他们 谁让他们这样子做 所以我有一个比喻 我说吴三贵开了三海关 放了清兵进来之后 吴三贵反而讲说 都没有我的事情 跟我无关系 要怪却怪清兵 是不是现在卫福部 推卸责任的方式就是 要嘛就怪病毒 病毒跑得太快 要嘛就怪黑心的无良商人 太恶劣 从头到尾都没有你把关的事情 再者今天我们踢爆了 其实大兴黑心快篩 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离谱 而且为什么那么严重 就是因为 如果我们现在不知道 有多少的黑心快篩 流入到市面上 大家又使用了 而我今天更是调出了 那当天卫福部核准 大兴公司进口快篩的公文 我们发现了一个严重的猫腻 当时我们以为 卫福部核准的是 两亿四千万剂的快篩 但后来才发觉并不是如此 这一点也是到目前为止 卫福部还没有说明清楚的 因为他总共申请的是四个批号 第一个批号是一剂一盒的包装 第二个批号是两剂一盒的包装 第三个批号是五剂一盒包装 第四个批号是大包装 是二十五剂一盒的包装 而每一个品项都核准了六千万盒 换言之 他的单位是盒不是剂 一剂一盒是目前我们掌握 已经揪出来的 但是如果说这一次 在黑心快篩事件 没有国民党 没有相关的人士 大家来出来把这个弊案 踢爆的话 会不会让这大兴公司 他们食髓之味 他们觉得说 这一个方法可行 开始进口两剂一盒 五剂一盒 二十五剂一盒 当这一些黑心快篩 全部进来的话 那个数量将会冲刺全台 而且二十五剂一盒的快篩 他卫福部一样核准了六千万盒 大家数学还不错算一下 我帮大家已经心算好了 总共卫福部如果说照他们核准 两亿四千万盒的话 多少剂 其实是十九亿八千万剂 这数字 十九亿八千万剂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想一下 十九亿八千万剂是多么庞大的数字 台湾也才两千三百万人没有错 但是不要忘记快篩不是做一次就好 快篩是随时需要就随时要做 而且是很多都是政府采购 一剂我们赚一块美金 三十块台币就好 十九亿八千万剂 可以赚到将近六千 六百亿台币的数目 这是多惊人跟多恐怖的一个状况 所以如果今天没有踢爆 我们有可能就让这些无量商人 来赚取这样的一个暴利 而谁让他有机会 有能力 有办法算这个暴利的 不就是你审核通过的食药署组长 卫福部部长吗 所以讲得那么清楚 大家就知道了 为什么陈时中 为什么食药署的吴秀梅 到目前为止还要撇得一看二进 他们的责任有没有 当然有 而且责任非常重大 我们要求他们说清楚讲明白 今天谢谢委员 感谢感谢 好 首先现在聊到快篩 把关非常重要 因为民众没有把关能力 所以政府就应该 理应当去做好这个责任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黑心的快篩设计 在市面上有可能已经流通出去了 再加上这个数量非常的庞大 刚刚委员又讲到说 其实这个黑心快篩 不只说这个福佑达 还甚至民进党所有的委任的厂商 都一直连环报出问题 为什么自从福佑达 甚至高登高端 还有现在的整个 Standard Q的这个韩国的推快篩 为什么连把关最基本的 我们民众都好像没有办法去相信一样 再加上这个市交处长 吴秀明他怎么怪 他说这怪就怪给厂商 因为厂商是 可是你不是把关的人吗 把关的人不是应该要做好这个角色吗 让民众知道说什么样是正确 哪些快篩是对的 哪些快篩是安全的 让民众可以做使用 而不是在疫情之下 整个配套措施都乱成一盘 甚至连快篩设计都把关不利 以上这些归结晶 我们将进行交易给黄年主播 我们有三种版本的这个水深的雾化器 这个比较大的 它是比较适合大瓶树的 那再来呢 还有这一种款 这我们办公室很多 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里买呢 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咯 记得输入优惠 马上就给你折扣